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几个小伙伴问到的 有关投资房财时需要考虑的影响收益的其他因素 那我们大家在投资时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投资的回报率 第二考虑的就是投资的风险 这两点无疑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的蜜大房财税的上两期的话题 刚好也分别是在说这两方面 不过从最近疫情前后的一些 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行情变化中 我们会发现这个投资考虑的其他因素还有许多 首先呢我先列几个最近在地产新闻中 常看到的市场行情变化 我们就节选一些新闻标题 大家先来看一下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 公寓市场行情惨淡 旧金山公寓租金下降31% 据全美之冠 这个是报刊 第二呢就是曼哈顿公寓销量惨跌20.1 那么纽约控制率呢 成全球的导火线 这个呢摘自快报 三曼哈顿2020年10月租金下调 19%创历史最大幅度 这个呢摘自新浪财经 那么据Zomper行业报告显示 二三季度美国大城市公寓市场 出现的明显衰退 部分大城市 Downtown内租金市场出现拐点 这些地区的公寓房产租金下跌 出租市场空置率上升 洛杉矶旧金山纽约 还有公寓的租金和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规模的下跌 而其他房产市场的销量呢 与价格都略有上升 那话说回来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变动 城市公寓房产租金和销量的大幅度下跌 毫无疑问呢 是由于COVID-19疫情造成的 那么在疫情前呢 这些公寓也曾经是处于火热的地产春天 疫情当然应该背负主要的责任 不过呢在疫情之外让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些大城市的公寓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销量和租金的大幅度下跌 换句话来说呢 从这个公寓市场的变动 我们可以看到的影响投资房产收益的其他因素有哪些呢 我认为啊 在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之外呢 以下有几个方面其他因素需要纳入考虑 比如说贷款条件 利率和贷款方式 自住房和租金市场持有容易度 管理持有成本 出手容易度 找下家等等 好那首先来说一下贷款的因素 贷款因素呢和住宅贷款 在贷款条件 贷款利率 银行审核等方面呢都是略有区别的 贷款的货批不仅仅是审核客户自身的经济条件 还款能力 还有项目本身的因素会做考核 相对于公寓的投资 Single Family Residence读动别墅的投资中呢 投机性的决策会更加少 不需要过多的主观测意 那么要看行情就直接看大数据 所以说Single Family Residence相对更为稳定 大城市的公寓对经济走势特别特别的敏感 经济稍有波动 入住率租金等都会有波动 纽约呢就是一个例子 好现在再说一下利率和贷款方式 利率呢由于银行的审核 和不通相应的利率都会有差别 那么利率差别当然是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投资收益 不过呢贷款的方式可能是大家都会忽略的 另一个方面 贷款呢是选取外国人贷款 传统贷款浮动利率固定利率和购买点数 选择银行啊贷款机构等等 这一些都会在贷款方式中的因素 对收益有影响 那我之前的房财税专栏呢 Playlist这有几期是专门讲之前贷款的话题哈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行去翻阅查找参考一下 现在呢再让我们说一下房屋的空置率 自住房和租金市场 这几个因素有关联性 我们就放在一起探讨 据北美抵押银行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麦克弗兰坦尼克 在2020年的记录报告中指出 2020年的数据继续反映出 当前covid-19大流行之前的 房地产市场的强劲表现 那么single family residence 房屋空置率降至40多年来最低 而房屋资助房率升至近8年来的最高水平 疫情刚刚开始的那几周呢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迷期 然后啊随之不久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 快速回温和升温 到目前的南加州的房地产 其实还处于一个相当火热的阶段 大家呢也都忙得热火朝天 感觉每天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当当的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疫情开始之后 许多人选择在家工作 然后呢不少人选择搬到更大 更舒适的房子 从北家往南加班 从down town往耳丸班 从公寓往独栋别墅班 在这个形式转态之下 也就是为何公寓会叠价 独栋会涨价的直接原因 不过呀在背后房产的租金市场 也是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整体来看 在后疫情时期投资房市中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独栋别墅房产 还是依然是一个较为平稳的投资环节 好再来看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持有容易度 那么持有容易度呢 要看房子的现金流 是否是有正向 财务方面呢 持有容易度高不高 这个关于正向现金流和财务管理的 也可以翻译我之前相关的视频 还有呢就是在管理方面的持有容易度 大部分的公寓 商铺酒店都需要持有者自行去经营 当然了 不管是独栋别墅 还是公寓商业 都可以聘请专业的公司来管理 地税啊 水电啊 维修啊 人工还有保养维护 法律税务等等费用 都需要持有者承担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也需要做好规划 提前打入考虑 其他方面的持有容易度呢 包括租户的选择 租约的时间 租金的条款 房东责任 法律保障等这些呢 都要列入考虑范围 然后呢 租客的选择上 什么样的租客算是好租客 如何制定好的租户租约实现 条款 法律保障等等 当然了 再有就是假如投资人想省点心 也可以委托地产公司 进行投资房产管理 感谢各位客户 小客小伙伴的信任和支持 Mina呢 也是在过去成功的协助了 很多客户完成了 远程操控的房产买卖和出租管理 从银行开户 贷款 选择 选择银行 提交文件 再到过户 房地产购买 到购买构成中的文件盒 后续配合 房屋升级 房屋验房 到买房过户后的水电网媒开通 出租管理 足够选择 交地产税 房屋保养 维修安排 以及空屋管理等等 注意各大建商和细心细致入微的 售后服务 完成您对美国房产需要 无缝对接 所以需要投资买卖管理的小伙伴 也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 立权经济和注册快递室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请订阅关注一下 并且打开屏幕右下角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